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别人看都是抢着要穿越异世界 可他倒好 在认出这是异世界传送阵的瞬间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跑 可不出意外的意外果然还是发生了 教室的门突然就拉不开了 眼看用老寒腿踢不开 他灵机一动就准备从通风口逃出去 然而就当他为逃过一劫而松口气时 下一秒传送阵境也跟到了通风口内 再来到一个白色空间后他也认命 心想这下肯定要有个女神或者国王什么的出现 可下一秒面前竟跑来个老乞丐 看到老头很慌张的样子 男主还想笑他个两分半 可下一秒一面外挂石碑就冒了出来 而且石碑上只剩下几个垃圾外挂 见此的男主脸色也瞬间凌重起来 好家伙原来这次外挂是先抢先不 显然牛逼的外挂都被搬离 其他人先一步抢走了 想着有总比没有强 男主也开始研究起上面的外挂 只是装备这一篮的外挂也实在是寒战 竟然只剩下一套村民套装和一副隐形眼镜 5G也仅剩一套烧火棍发 好家伙这怕不是刚穿越过去就螺旋升天了 普通技能就更离谱了 竟然还有健康和步行这种技能 男主也是来个腿操了 可这体操和敏感到底什么鬼 难道跟魔物打架时来个体操诱惑一下 然后被抓住了就用敏感 然后是魔法这一篮男主是连看都不想看了 这特么狗都会的东西他也敢称之为魔法 随后特殊技能除了一个狗都会的沟通交流 剩下的两个竟然是一事无成和木头人两个负面状态 称号也只剩下家里敦和死肥宅这两个逆天称号 这特么穿越过去有没有手机电脑 更没有肥宅快乐水他当个球的死肥宅 气氛之下他疯狂对着老头摇啊摇 他大骂老头简直连阿科亚都不如 老头恼羞成怒 直接挥动魔法杖把剩下的垃圾技能全都给男的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男主已经站在一世纪的森林里了 脚下还有个袋子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隐形眼镜头 同靴子烧火棍以及穷魂的戒指和知识宝珠 还有一本村民日记 在试穿了一下新装备后 男主准备看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但系统提示他必须投掷筛子加属性点 男主想也没想随手一扔 可这筛子上竟出现了两个M 心想好家伙该不会还有个S吧 系统赶紧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 随后便询问男主要把属性怎么分配 男主仅仅是想了两秒半 就直接全都加到了幸运上 随后系统弹出数值面板 各项数值都是十点 除了石碑上的技能外 他还多了两个技能 一个是天煞孤星 不管找谁组对别人都不会同意 然后就是十一这个技能 像找伙伴就可以用这个技能 虽说成为天煞孤星 一时借开后宫肯定是不行了 可环顾四周连半个人都没也太离谱了 想来想去想不通干脆不想 先找点食物盖个房子再说 只是森林里是也不够开阔 想着戴上隐形眼镜试试效果 果然下一秒眼前的事物都被标注清楚 没想到这眼镜这要牛逼 直接附带鉴定技能 不仅能随便辨识各种东西 还能增强佩戴者的势力 看着眼前被标注出来的药草 男主当即就开始打包 随后逛了一圈后 男主发现前方有个小洞穴 于是男主就在里面当上了山顶动物 用魔法控制温度升火后 没想到直接就获得了火魔法技能 另外只因他刚刚走了两步 他竟还获得了一大堆其他技能 随便看了看魔法袋 发现村民套装除了之前那些 还有帐篷锅碗瓢盆之类的 于是便搭了个帐篷沉沉睡去 第二天男主起床后 便用村民套装开始炒魔物 之前摘得钱利姑吃起来也是香饭饭 吃饱后便继续在森林里打包药材 突然身后传来动静 一看竟然是两只哥布林 本来男主是有些怂的 但想到以后终究要面对魔物 他便确认了一番哥布林的属性后 缓缓掏出了烧火棍 只是烧火棍毕竟很脆弱 万一打坏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他果断用魔法附着在烧火棍上 然后一个德马西亚下去 将其中一个哥布林控住 然后紧接着疯狂普通攻击把哥布林带走 但此时 另一个哥布林已经冲过来 男主随便一个疾风闪身就躲过去 紧接着就是一发入魂 将哥布林射到了树上 晚上回到山洞吃着刚采摘的铁力姑 看着白天收获的哥布林站立体 他觉得又粗又短 完全比不上自己的烧火 干脆调出属性面板 发现等级提升了一击 各项属性也都翻倍增长 只是敏感竟然也增加了就离本 明明他还没被哥布林抓住 更没有喝到哪怕是半口牛奶 不过体操增加了倒是不错 以后遇到打不过的魔物 他就表演一段 很快时间来到第三天 男主也准备训练一些战斗技巧 先练习一下魔力附着强化身体 只要这个技能练好了 哪怕不能开后宫 至少也能成为一世界的妇女之友 只是令他奇怪的是 在鉴定技能提升后 他身上的装备全部都被标上了问号 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干脆不想 直接出门溜达就完事了 在用魔力缠绕强化身体后 男主一个弹跳就能享受非一般的感觉 简直就像是在瞬间一动一样 除此之外 烧火棍的出击速度也大大增强 一棍就能囊死一个哥布林 就这样男主过上了白天打哥布林 晚上回家研究魔法的生活 山顶洞人的生活也在一点一点变得优雅 终于在第五天晚上时 他在抓小兔兔时遇到了之前的同学 如今的同学们也是当上了歪嘴猛王 悄悄躲在草丛里发动千里眼 他便又看到了三个女同学 随后扫视各个方向都发现了同学 不过男主可不准备跟他们会不会 男主 俺は 一人坊子で異世界攻略してやるんだ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只因全班被召唤到异世界 可他却一心研究怎么荒野求生 于是桃花运就一个接一个的找上门来 班上平时对他挨搭不理的辣妹 如今为了在异世界活下去 竟纷纷倒贴愿意当男主的奴隶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打猎时意外偷听到了不良的计划 把女同学强行占任 一开始男主并不在意 只因他相信自己的班长青梅肯定会坐视不管 再加上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享受一个人的冒险生活 对于这些麻烦是他可不想多管 直到他看见了班上的宅男们正和哥布林交战 由于平时没少和宅男互换漫画看 男主就打算出手帮助一下 怎料一个鉴定下来 这些人不光是一流职业 等级更是比男主还高尚不少 可就在男主准备回去睡觉时 他突然感知到有哥布林想要从背后抠袭 见证男主果断拿着木棍率先出击 几个照面就把哥布林解决了 事后还大方邀请四人来自己家做客 期间男主也问起其他同学过得怎么样 可不想宅男表示他们现在正在逃亡中 原来在刚穿越到异世界时 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现实哭着想回家 但宅男们却是轻车熟路研究起了神明赐语的能力 于是在其他人还为哥布林出现下得走动路时 宅男们已经换出职业武器大杀特杀了 就这样危机解除后 大伙在班长的指挥下来到视野开阔的河边扎营起来 而宅男们也毫不吝啬将异世界知识告诉众人 班长更是为大家分配好了各自的工作 似乎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这份团结并没持续太久 才过两天班上许多同学就嫌麻烦不肯继续工作 整个班级瞬间变得分崩离析 只有宅男和班长为首的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做事 其他人则是每天混吃等死 反观宅男们一有空就去打怪升级 只因他们发现不良中有人选了危险的魅惑和傀儡技能 而事实正如他们所想 不良为了能使用技能也开始主动刷怪 好在班长得知不良们的坏心思后 其实用自己的强大技能制服了对方 还将其赶出了营地 可不想抬过去几天 不良们就趁班长等人不再杀回来复仇了 不仅放火烧了大家的住所 还扬言要把所有女生们收为自己后宫 然而事后以辣妹为首的人反倒觉得是宅男们的错 认为要是宅男不跟对方起冲突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典型的吃了几天饱饭就成为白眼狼 尽管班长极力为宅男们辩护 可面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宅男也是有自己血性的 当即组队离开了这里 决定前往城镇开始冒险者生活 听完大家的奇葩遭遇 男主果断豪爽用蘑菇大餐招待了他们 次日还为妻准备一大堆干粮 至于男主则是选择继续留下来独自求生 告别宅男后 男主想着不如去看看其他人现状如何 怎料经过一天赶路却只发现了被烧毁的据点 不过通过锁地技能 男主很快就看见了一群人脚印 于是试着往前走了一小段路 怎料竟然遇到了辣妹团队 由于不知道和辣妹怎么相处 男主立马把腿开溜 不曾想辣妹看见男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拼命追赶的同时还表示要拜托男主 闻言男主停下脚步 他很好奇辣妹要对自己说什么 而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辣妹竟然是想找宅男们认错道歉的 看到辣妹们能低头认错男主很是欣慰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追不上宅男了 并且就算能追上他们半路上 也可能会被魔物吃掉 怎料辣妹瞬间就大哭了起来 他们现在只想道歉和活下去 男主被这一幕整不会了 可下秒辣妹的发言就让他震惊了 随着辣妹主动请求男主 男主自带的奴役技能也自动启动了 由于不知道怎么解除奴役 男主这下是不得不带辣妹一起生活了 但让男主更无语的是 辣妹陷入奴役状态完全没了自我意识 成了眼神空洞只会听通命令的奴仆 这样让男主很是苦恼 不料就是这时班长偶然撞见了他 班长十分激动立马热情过来打招呼 可男主一心只想着解除奴役完全没注意到他 就在之前 男主不小心对着辣妹三人组使用了十一技能 就在他思考如何解除时班长却来到了这 并且还有几位女生也跟了过来 班长有些好奇岛琪是怎么了 因为眼神看上去有些怪怪的 实在没办法的男主只好坦白了十一的事情 听到这个班长大惊 因为十一一般都用于魔物身上 在其他女生的白眼下 男主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好在经过一番摇晃以后岛琪终于醒过来 就在班长向岛琪询问事情经过时 闲得无聊的男主开始练习起魔法 结果却意外将自己埋进了地下 而这时班长也了解完情况 意识到误会的他随即向男主抱歉 男主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现在的他只想回家 这反而引起了班长的注意 为什么你在异世界有家可归 难道你是本地人 男主解释只是闲得无聊时盖的房子 在得知男主家里能容纳两百多人 并且还带有厨房厕所浴室后 女生们一致决定到男主家过夜 想到满屋子都是女生的画面 惊虫上脑的男主当即就给答应 在男主的带领下 众人很快就来到男主家里 而女生们来到这里 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浴室西村 男主为了避嫌 索性在家门口搭帐篷 这时班长主动找到男主 为男主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因为宅男四人组离开以后 班里其他男生也相继离开 身为班长的他却什么都做不好 男主连忙安慰说 你已经做得够好 毕竟宅男四人组平常 就已经在未被召唤到异世界做准备 自然不能跟他们相同 经过男主的一番开导 后班长也态开了许多 次日男主被一位紫发妹子叫醒 只见紫发妹突然爬向男主 表示今天早餐有蘑菇跟烤鱼 男主一听有烤鱼激动的 不小心撞到了紫发妹 之后来到外面尝了一口口 许久没吃过鱼的 他立马就被感动过了 班长有些不解吃条鱼 至于泪流满面吗 男主解释因为鱼身太滑了 所以来到这里后就没吃过鱼肉 男主见状拜托妹子 再释放一次雷魔法 当妹子施展后 男主紧接着利用包装技能 将其包裹起来 妹子有些猛疑 男主解释自己只是用包装魔法 将雷魔法被打包起来 能学到雷魔法大概率是包装技能 跟天赋一事无成结合后的效果 如此牛逼的能力让班长有些羡慕 随后男主就在班长口中 得知他们打算前往城镇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提升等级 在得知女生中最低级都有16级后 只有7级的男主自闭 就在男主不知如何是好事 几只狗头人出现了 男主随即示意女生打倒这些狗头人 男主是真的服了 等级高有屁用 之后女生们就躲进帐篷中 开始思考对策 这时紫发妹却主动找到了男主 为今天早上的事情表示了歉意 只赢之前就险些遭到 其他男生的袭击 因此才会去试探 男主会不会也身处魔种 次日倒期几人打算找狗头人复仇 结果却被班长给拦了下来 随即就为几人进行了特训 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众人终于迎来跟狗头人对决的日子 这时却有的女生 开始装死有的见尿度 唯独倒期几位女生永不顾行 三两下就干翻了狗头人 事后女生也跟狗头人握手言和 这给狗头人整不会了 就当男主以为能再次回归独廊生活时 班长却希望男主也跟着去城镇 在对方强硬的态度下 男主也只好答应同前去 而在另一边 一位男生正遭到神秘人的追杀 而神秘人似乎是为了某个技能而来 将男生勒死后 神秘人转身离开了这路 就在之前 男主跟一众女生打算寻找人类象征 结果半道上却遇到了一只猪人 男主示意女生们观察自己战斗作为参考 紧接着便冲了上去 在躲开猪人的攻击以后 男主发现猪人果然如宅男们所说的一样动作时对 并且有着很高的物理抗性 而对付他的有效办法则是魔法 这时男主发现之前获得的活土水风魔法 被合并成四大魔法 就在他思考之际 猪人已经发现了这里 在丝滑小走位躲开攻击后 男主一个闪现来到猪人身后 接着一发屏就把猪人给秒了 男主猛逼了 说好的很高的物理抗性能 在女生们的忧怨眼神中 男主只好又找到了一头猪人 打算示范打败猪人的正确作 直接来到晚上 为了确保明天的路线 男主使用了地图技能 发现前方的河流中有一个急弯 就在他思考要如何避免人员伤亡时 察觉气息有了反应 只见四名男生朝这里走过来 男主本以为是混混四人 探亲才发现是体育生四人 男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即询问其几人来这里是所为何事 体育生解释来到这里是为了通知男主 而他们之所以不敢在女生面前露面 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任何人 只因有一种比傀儡跟魅惑更牛逼更危险的技能 男主一下子就想到了是名为抢夺的技能 但尽管如此体育生还是放心男主 临走前体育生告诉男主 他打算到森林中监视混混四人 并且希望男主替自己向班长道歉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都被班长给听到了 次日班长主动找到男主 正当他想要坦白些什么的时候 男主直言你有抢夺对吧 班长有些意外 毕竟这是他跟宅男们之间的秘密 这反而让班长好奇男主是为什么要帮自己 又为何不会感到害怕 毕竟抢夺能够夺取他人生命以及技能 男主表示宅男们封印了混混的傀儡以及魅惑 却没有封印你的抢夺 也就说明他们对你这位持有者放心 自然我就更没有好担心的了 在男主一番安慰下班长这才解开心境 很快男主几人就来到河流边 为了试验新技能 男主以侦测为理由离开了重面 在施展开强化魔法后 接着又施展开变清魔法 在两者的结合下 男主非常轻易地坐到在森林中来回穿梭 结果用力过猛直接跳到了半空中 当他意识到自己不会飞逝已经为时已晚 就这样男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好在事前施加了强化魔法这才保住一条命 在历经千辛万果之后 男主等人终于走出了森林 这时他发现身上不知何事多了个名为空路的技能 于是当即就使用了起来 面对班长的担心 男主表示探查一下前方后就回来 在施展开千里眼后 男主发现了锦林等敌人正遭到魔物袭击 随后就把刚刚看到的报告给了班长 得知后班长决定前去营救他们 但男主却担心对方是盗贼之类的人 在班长的恳求下 男主只好答应了下来 接着施展开强化魔法以及变清魔法 然后再将封魔法施加在脚下 再搭配空步就能实现空中快速移动 然而让男主没想到的是班长意外地被卷了进来 在救下几人后 两人随即向男主表示了感性 男主好奇几人是怎么遭到魔物袭击的 男人解释是工会委托他们帮忙解决路过的狼曲 只是没想到遇到了绿巨狼这种存在 随后在几人收拾货物时 男主为他们送来了烤蘑菇 男人尝下一口后发现这竟是珍贵的体力物 吃下不仅能恢复体力甚至还有止痛度 看着眼前美少女跟大叔的冒险者震仑 男主瞬间就感到不爽了 随后在男人的带领下 男主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人类小镇 而在另一点 混混们再次打起了女生们的主意 并且打算找到宅男们解除掉身上的封印 而这一切都被体育生们看在眼里 就在之前 男主与一众女生历尽千辛终于来到了小镇上 班长提议先到冒险者工会 然后把之前获得的模式换成经理 接着就是注册成为冒险者 之后就是找间旅馆住下 最后则是打听宅男们的消息 当众人来到工会以后 这里的冒险者纷纷投来鄙视的眼神 这时之前救下的大叔让男主到会长办公室去 男主有些不安索性就让女生们先去注册冒险者 再见到会长后 对方一脸严肃地看着男主 下一秒就笑脸相迎表示感谢男主救下大叔他们 男主也被孵如其来的变脸给真猛了 之后男主就打算将身上的模式变卖 当小姐姐看到男主到处的大量模式后直接惊叹 因为这样他就无法坚定 男主一听还以为嫌少 小姐姐都快无语死了 于是让男主第二天再来 而这时女生们也完成了注册 由于人均超过三十级以及可爱的外人 女生们很快就跟这里的冒险者打成一片 在倒旗的催促下 男主这才想起注册冒险者这件事 就当他以为能从此告别家里敦士 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小姐姐告诉男主 想要成为冒险者就必须等级到达十级且是组队状态下 而在这里二十级还只能算是心愿 三十级才能被视为独当一面的冒险者 男主瞬间欲哭无泪 因为边缘人技能的缘故所以没办法跟人组 在公会的介绍下 众人也算找到个落脚的地方 次日男主看着女生们的生活都有了着陆 于是他就打算将模式换成金币后回到森林 让他没想到的是 公会全部金币加起来都不足以兑换男主手中的模式 会长向男主提一分期付口 手上的八百万先拿去剩下的之后再支付 男主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但下一秒他才反应过来喜提巨款一笔 小姐姐解释模式分不同等级 虽然男主的模式是价值一百块 且是最低级的SG 但由于数量太多这才累积到八百万 而剩下的则是击败绿狼的奖励 就在班长提议去采购些生活物品时 大叔突然表示要带男主去一家不错的店 男主一听以为是那种店当即就给答应了 来到后才发现是一家武器店 而这家店售卖的是一些迷宫中的特殊道具 眼看来都来了男主索性打算试试 首先是可以隐形的抖牢 接着就是可以增加力量的手套 然后就是可以发射火焰的法杖 每一样道具都深得男主喜欢 这时一条项链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着内涵七件的鉴定效果 男主想起新手大礼包中的衣服也有这样的说明 向店长询问后才得知那是可以装备复合的道具 比方说这条项链中就可以放进七种道具并使用效果 听完解释后男主打算买下一些复合道具 这时班长前来催促男主回去 临走前男主决定试试手上的胡继生之腾的效果 哪料他一个不小心撞倒了刚当挑选的道具 就这样道具都给复合上去 店长一看几眼了喊着要让男主赔偿一千万 在大叔以及班长的求情下 最终男主用八百万买下的那些道具 如今男主想到城外收集点模式赚点钱都做不到 只因外来者不成为冒险者就无法复仇 为了尽早回到森林 男主穿上隐形斗篷就打算悄悄离开镇 正当他快要跳出城墙时 却没想到被班里的女生给发现了 就这样男主的第一次逃跑宣道失败 次日当女生们外出做任务时 男主再次趁机离开了这里 就在他逃出小镇后不久遇上一伙盗贼正在抢劫 男主本不想留的 哪料对方竟主动发起攻击 眼看对方找麻烦找到自己头上 男主直接掏出法杖反击 不死心的几个盗贼开始了各种攻击 但都被男主轻松躲过去 最终几人直接就被泪倒下 这是一位名叫没力的女孩向男主表示了感谢 接着就向男主坦白自己是某个小镇领主的女儿 希望男主能护送他走完接下来的路程 男主本想拒绝 但听到有谢礼后立马争相 随后男主就向没力吐槽起逃出来的小镇 殊不知没力就是那座小镇领主的女儿 当男主想要逃走时已经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 混混们正跟体育生们僵持着 当黄毛准备发起攻击时 却不料遭人被刺 就在刚刚 男主因途中救下了领主女儿艾尔猴 随即便被其带回了城堡 虽然府邸非常的宽敞和豪华 但他还是准备赶紧回森林去 却不料被艾尔拦了下来 随后艾尔就带男主开始用餐 并对男主表达谢意 哪曾想男主直接胡斥喊喝了起来 根本就没有听艾尔说话 但艾尔居然忍气吞声 甚至还给了男主一袋钱 更是知道男主没有身份证 所以他便给男主准备了一张身份证 月清晨男主回到住所后 就被班长等人围得水泄不通 竟只是为了质问男主昨晚到底去哪 接着班长等人也着急去执行任务 男主也冲愣送走了他们 这样他就能偷偷回森林去了 随后他便留下一张纸条 然后就独自出城去了 路上遇到熟悉的蘑菇 小鱼以及哥布林等 这都让男主非常兴奋 迫不及待地就想赶紧回家去 但突然背后出现一只怪物 男主顺势就回首一击将其击败 可这种怪物明明只会出现在更深处才对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属性后 他并不会是宅宅的 毕竟他们都是异世界的专家 那么一定就是肌肉组或者不良组 他们曾说过为了保护女生们要去监视不良组 随即男主便开启了索敌技能 担心他们发生冲突 于是男主便飞快地顺着血迹跑去 下一秒他便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肌肉组 眼见他们还剩一口气 当即男主便拿出了所有的恢复钥匙 发了风丝地使用起来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愿 士奇醒不过来 却不曾想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心男主 以及班上的女同学们 还自责是他们没有做好 接着士奇也将事情的缘由告知男主 是班上的同学将不良组杀了 就连他们一群人都打不过对方 他们猜测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 不过他们也知道了对方的目的 他们在与其战斗时意外得知对方的目标是班长 而对方也是故意把他们打得半死 就是为了用他们的呼救来引来班长 但肌肉组们也不傻 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来到了男主的家附近 目的则是希望能与男主联手干掉对方 可男主却根本不想战斗 只想好好地做一个边缘人而已 但为了保护班长等人 他也决定参加战斗 只不过他要独自一人战斗 这一举动让肌肉组们非常震惊 然而看到男主那坚定的表情后 他们也知道男主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而男主这么做的原因则是担心全军父母 毕竟有他们保护女生们男主也放心 随即男主也打算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自己 与此同时班长等人正在四处寻找男主 但同学们都让班长不要担心 于是班长也只好作罢 而此时男主也在策划方案 从肌肉组纳得知对方有外挂武器技能 虽然武器技能非常强大 但是只要一发动就无法取消 这也会让对方露出很大的破绽 为了对抗那个家务 男主也必须得创造出能克制的新技能才行 却不曾想一旁的哥布林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此时他也看出了这些哥布林等级挺高的 可眼下必须得解决他们才行 仅仅三下五除二的时间男主就将他们竞数消灭 突然男主也察觉到了什么 居然是一只哥布林王 不过这也正合男主的意 对方二话不说的就朝男主攻击 好在男主有回避斗篷及时躲开了攻击 可对方继续穷追不舍的攻击 即便男主现在可以勉强躲避 但他也无法与其过招 随即他也准备试试新招 接着他用魔力缠绕将所有技能组合到一起 然后在一瞬间使出打败了怪物 就当他放松警惕时 突然身后出现一只怪物 定睛一看居然是武师级的哥布林皇帝 要知道男主才只有九级啊 想要正面交锋根本没有胜算 于是他便准备故技重施一次 却不料对方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接着以超快的速度划伤了男主 并开始疯狂攻击男主 见状男主趁机朝起偷袭 好消息是这次攻击造成了伤害 而坏消息是对方居然还能回复 随即男主便打算释放技能 不曾想对方先发制人 打了男主一个出气不意 虽然眼下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但男主可不能在此刻倒下 男主也凭借这一战终于升级了 回到家里休整后男主发现 自己不仅升到了十一级 而且还如愿以偿地学会了新技能 他也终于理解了一事无成的效果 虽然等级上升速度会变慢 但学习技能的难度降低 并且技能等级也比较容易提升 即便眼下的自己还无法跟那个家伙相比 可男主也学会了自己想学的技能 终于能解决发动技能的前摇了 这也让男主更加确信自己能战胜对方 临近傍晚 男主也终于等到了那个家伙 他则是男主的同学田中 可他之前还是被不良们欺负的对象 但谁都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他故意策划 与此同时班长等人近期也一直在练 他们也非常担心男主 而在回去的途中他们发现了什么 原以为是可疑人员 可仔细一看原来是士奇等 关心完对方的伤势后 班长立刻转变态度询问起了男主 但他环顾一周没发现男主的身影 于是士奇也将男主独自在战斗的时说了出来 而此时田中也发现自己被肌肉组能摆了一道 原想靠着他们去找班长 结果却来到了男主这边 随即他也骄傲地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没想到控制不良组搞垮全班的人就是他 甚至他将其他的男同学都杀了 接着他也准备离开去找抢夺技能 他不想浪费时间在男主身上 毕竟男主挑的都是别人剩下的烂技能 可男主怎会让他离开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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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